如果问一个人说我教你一个不吃不饿的技术 叫做壁鼓 你愿意学吗 我相信大多数人肯定会说 你有病吧 好好的干嘛要不吃饭 又不是吃不起 毕竟吃饱了摊着是一件很舒服的事 但是如果你有了一次7天或14天的壁鼓经历 自己亲身体验到不吃不饿的技术以后 你会期待着下一次壁鼓的到来